于是 他开始了他的计划 在整个一年中 他将按照四个节气 来安排他的四处行为 而每一组都将包含死亡 从丽丘那天开始 他称之为 土葬 直至他的身体的成熟力 达到极限 中至那天 他称之为水葬 到了历春 火葬之后 就是最后一项 夏至的殡葬 而那一天 生命将超出极限 永不复生 ma know you 我给你收拾了 真是 走 我给你收拾了